我們要建立這個環境的部分 也就是說環境變數我們必須要加上去 所以第一個我要知道我的路徑是不是正確 因為Java安裝的版本都不一樣 所以呢你們等一下可以在這邊開始執行裡面 先輸入這一個 這個路徑看對不對 或者在這個路徑裡面找找看是不是正確的 Programs file 或者直接直接到那個我們的C碟底下去找好了 C碟底下呢會有個路徑 那就直接設定這個C碟底下 這邊C碟底下 Programs file裡面 去找一下 Java 看有沒有Java安裝的 好 那因為我剛剛裝的是JDK 1.60 底線20 所以路徑一定是不一樣 那底下會有個叫bin的 bin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有的 比如說我們用到的這個 這個 Java的直譯器 就在這裡 Java有沒有 它一杯咖啡的 另外還有compile 我們要compile成bycode的 這個執行檔在這裡 Java C 那我就必須把這個地方做成一個什麼呢 這個 編輯我們編輯這個 按右鍵 編輯網址 把這個 這個路徑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呢 我把它做成環境變數 那環境變數的設定方式 在我的電腦上按右鍵 右鍵之後內容 右鍵內容之後這邊有個進階 系統設定 但如果說是在那個 Vista 裡面的是這樣設定 那在那個 XP大同小異 那在進階裡面會有一個叫環境變數 環境變數裡面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下方的地方 會看到一個叫PASS PASS 那這個PASS的部分 把它 按編輯 這個PASS就是我將來 就可以不需要再去輸入 路徑的一個 一個地方 在DOS環境底下 會用到 那特別注意呢 我前面已經有一些 預設的 那我在最後面再按一個 分號 好 記得是分號 再把剛剛的那個路徑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完成我的環境變數的建置 分號 然後這個地方 加一個 按一個確定就可以 這樣的話 我就建立好我的PASS 環境變數的部分 那將來呢 在Compile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輸入 這個Java Java C 直接去Compile你的Java的檔案 就沒有問題 PASS的地方 做一個設定就可以 好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找到你安裝 這個JDK的路徑 並且在PASS裡面呢 做 新增的動作 做編輯的動作